关于求人办事,有太多的方法和技巧,但是把这些方法和技巧归乱一下,基本的套路也不过是下面这三种,如果真正的理解了这三种套路,把这三个套路完转了,你求人的时候,就不需要再低三下次多了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,明白了之后,就很清晰的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,以以律换治。 人与人关系的本质,其实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,求人办事也逃脱不了这个定律,这就要求我们,在求人办事之前,一定要把利益说在前头, 通过利益的交换,让别人得到好处,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求人办事难的问题。 如果你想一毛不拔,那别人凭什么给你办事呢? 一定不要把职责挂在嘴上,既然是他的职责,他一定会能够挑出很多的毛病的,不给你办这个事,这样你遇到的麻烦更多,因为他对你已经有了防悲之心, 所以利益永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。 二,疫情动之,如果在利益的基础上,再加之力感情,那么你求人办事,可就真的如虎见义。 所谓的情,只不过是你做的各种各样的铺垫和与人打交道的维护关系而已。 这也是求人办事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,大家一定要记住,如果你们的钱也不到一定的份上, 你给人家好处,人家还不愿意啊呢,人家不是不想要,而是不能要怕出事,所以这个情字也很重要。 三,礼包小只,实际上就是人脉关系的一种转化,也就是要把给他带来的好处说清楚。 这事办成了,你会给人家什么样的回报?这才是人际关系最本质的问题。 在人家给你办完事,给别人回报的时候,一定要让别人明白,你是抱着长期处关系,而与他打交道的,这就把为人处事,当成了一个事情来做。 这样不断的积累,你私下的人脉关系就会非常广泛,到时候你个人的影响力会很大,但是能力很强,个人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也很厉害。 这种在职场上的积累,才是最值钱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